我們看來這題 它說有A點有B點 有兩個點 然後在這Y點Log也二維底 AX的圖形上 有幾個P點 那這P有什麼特性 P點到A點和P點到B點 距離相等 來什麼意思 老師畫出來理解 我們今天先找出A點坐標 AX-1 Y自己2 好A點在這 B點坐標S-12 Y-43在這 這樣行不行 所以A點B點行不行 好 今天Y等於Log以二維底AX的圖形 好你去算一下 AX-1 Y-40 AX-2 Y-41 所以說圖形畫出來 大概大概畫出來是這樣子 行不行 Y等於Log以二維底 AX的圖形 好麻煩你問你 這上面有幾個點 會使得 好不好 PA會點PB 有幾個點 其實時候分析這句話 今天找一個P點 使得P點到A點和P點到B點的距離相等 老師問你P有什麼特性 你去想想看 你去想想看 這邊有一個A點 這邊有一個B點 現在找到一個點 這個點到這兩端 這個P點有什麼特性 P點到這兩邊 有看到距離要一樣 這樣行不行 距離要一樣 可見有什麼特性 這兩段距離一樣 所以說你就把線段AB連起來 連起來 連起來的時候P點 一定會在線段AB的垂齒平分線上面 有沒有印象 垂齒平分線有什麼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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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齒平分線上面任何一個跌 好不好 垂齒平分線上面任何一個跌 到這兩邊是距離相等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可見P點會在線段AB的什麼 垂齒平分線上 所以說什麼叫P點 P點會在這圖形上 P點會在線段AB是什麼 垂齒平分線上 對吧 所以P點會在這LOG圖形上 P點會在線段AB的垂齒平分線 所以說把線段AB連起來 連起來之後 去把它畫出它的垂齒平分線 會經過這個終點 而且會垂齒平分線 畫下來之後 你看一下 這條垂齒平分線 和這個圖形交幾個點 交一個疊 所以說這個疊就是P點 所以P點到這兩邊距離會一樣嗎 還有其他疊嗎 沒了 所以說答案就幾個疊 一個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所以說幾個 一個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OK 2 潰齒平分線 有才能